说 这个大呼英雄乌尔浪 这一回 酒都没喝完 直奔那个金阳岗 叮了个叮 这么一个人啊 他跟他父亲去田里 说哥 不知道是从南边还是北边 来了这么一只老虎 还是母的 把这个父亲扑倒 惊慌失措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想起了他的爷爷 开个玩笑 守无村田 在紧急关头 发挥了生物的 本能 上去掐着老虎的脖子 这个老虎 这么一看 这是哪里来的选手 懵了 跑了 于是 他跟父亲 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这么一个事啊 很多人不可思议 那有一些 见门的人呢 他会相信 那我们现在 这个网络视频 发达了 也能看到 新闻 这个孩子被车压了 母亲 刺手空拳 这个形容词不对 他就把这个车 抬起来 忠于他身体 很多的 很多倍的 这么一个 就像蚂蚁 那狙击比他大很多 就是这种 潜能 已经不是潜意识了 发挥出来了 做出行动 这个不光是人 你看有的人 来了那么一个邪劲 也是女的 这是孩子 要五六个大汉 才能压得住 那个 那个当然 有点题外话 他可能是什么 进入他身体 你懂 还有说寸劲 一圈 能 把一个人 打死 那个也多多少少 有点跑题 他可能打得 他某个血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凡事 有阳 有阴 其中都有 这一部分的道理 如果完全是 想不到 理解不了 存阴存阳的 挂只有两个 可能性很小 也有 可见 这个人 他心念之诚 他心里有他父亲 激发出那一念 那一刻 爆发出来 其实当年 这个武松 他也是喝完酒 借着这个酒劲 也有一定的原因 酒壮 松人 当然武松是好汉了 他的英雄 士气比较多 所以流传之心 而这个人 他无名无姓 至少大家都知道 那武松喝的酒 那十八碗 他是米酒 我们多说一句 这个酒要热着喝 现在人都不懂 因为那时候元朝之后 他是白酒 渐渐增多 蒙古人冷 天冷 他都适合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这个人之外动物 兔子急了咬人 身边就有 把手指头咬掉 狗鸡跳墙 驴育能吃人 见过吗 我们点赞评论 转发一下 支持一下文化